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以后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他们从利菲定起行 来到西奈的旷野 就在旷野安营 以色列人在那座山前安了营 摩西上到神那里去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吩咐以色列人说 我像埃及人所行的 你们都看见了 也看见了我怎样像鹰一样 把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领你们到我这里来 现在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你们就必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产业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君尊的祭司 和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你都要对以色列人说 摩西去把人民的长老召了来 把耶和华吩咐他的这一切话 都摆在他们面前 人民都一致地回答说 凡是耶和华吩咐的 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就去把人民的话 回复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啊 我要在密云中降临到你那里 我要使人民 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 可以听见 也可以永远信你 于是 摩西把人民的话 告诉了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到人民那里去 要他们今天 明天分别为圣 又要他们洗净自己的衣服 第三天 他们要准备好了 因为第三天 耶和华要在全体人民眼前 降临在西奈山 你要在山的周围 给人民定界限 说 你们要谨慎 不可上山来 也不可触摸山脚 凡是触摸着那山的 必要把它处死 不可用手触摸它 必须用石头把它打死 或用剑射透 无论是牲畜 是人 都不得生存 当号角声 拖长的时候 你们才可以上到山上来 摩西从山上 下来到人民那里去 使人民分别为圣 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 洗净了 他对人民说 第三天 你们要预备好了 不可亲近女人 到了第三天早晨的时候 山上有雷声 闪电和密云 并且叫声非常强大 以致所有在营中的人民 都战斗 摩西率领人民出营 去迎接神 他们都站在山下 西奈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到山上 山的烟向上升 好像火摇的烟一样 全山猛烈震动 叫声越来越大 到到极点的时候 摩西就说话 神用雷声回答摩西 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上 就是降临到山顶上 耶和华呼召摩西上山顶 他就上去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下去警告人民 不可闯过来 到我这里观看 免得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灭亡 又叫那些亲近耶和华的祭司 分别为圣 恐怕耶和华忽然击杀他们 摩西对耶和华说 人民不能上西奈山 因为你曾经警告我们 说要给山定界线 也要把山分别为圣 耶和华对他说 下去吧 你要和亚伦一起再上来 只是祭司和人民都不可闯过来 上到我这里 恐怕我忽然击杀他们 于是摩西下到人民那里 告诉他们 就会让他们一起上来 就会让他们下来 所以说 你会让他们下来